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虽万德庄严 是众生心内的佛 既然你心性不二 自然感应道交 就是同一个佛性 所以福报可以互相输送 因此真如的道理是比较了意的 你无法从为实来解释因果的输送 但是你可以从楞严经 法华经等 比较高级的经典里面 它就可以解释 福报是可以输送的 但是善根不能输送的 在印光大师的说法里面 它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就是我们平常修福报 最好能够回向 让我临终无障碍 因为善终对我们净土宗太重要了 善终是净土宗五福里面最重要的 印光大师说 你平常福报要省的话 人用你本身买一百块的钢笔 你买六十块就好 四十块带什么呢 作为临终的时候用 有本事买两百万的房子 你买一百五十万就好 凡是你能够受用的东西 都要稍微克制一下 不要任性的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要随自己的感情 尽兴地受用福报 因为这个对我们很不利 就是你本来规划要花一百块 那就花六十到八十 刻意地留一些给临终 印光大师说 为什么有些人临终的时候那么苦恼 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 第一个福报博 第二个他为什么没有人帮他助念 因为他平常没有帮助别人 这个都是有因果的 若以印光大师在临终关怀里面的说法 他说 净土宗人 第一个福报省省花 第二个平常有人起颠倒的时候 你多给他开示 有人临终的时候要助念 你多帮他助念 以后你自然就会有人帮你助念 要不然你说 为什么他有福报能善终 他有福报有人跟他开导 都是修来的嘛 对不对 临终的时候能善终 有人开导 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但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例如你往生的时候 刚好在凌晨三点钟都找不到人 那你自己都没有福报 反之 有些人他临终的时候 刚好是礼拜天 大家全在 又是上午十点多 也都睡饱了 打电话一觉 个个围过来 他就是有这个福报 所以人要去修 第一个福报留一点到临终用 这是印光大师的建议 以他老人家的建议 是说福报只能够花六成 要留四成 看到衣服 你本来想要买一百块 买六十块就好 每一件事都保持四成的余地 然后你回向 愿我临终无障碍 先把它存起来 第二个 有人有问题的时候 你尽量帮助别人 这两件事都很重要 等你障碍线前时 自然有人在身边伸出援手 这在平常 就都要往这个方向去修